创业英雄会 创业人才有可能看重它 同样 投资人也要拿出最大的诚意 创业者才有可能选择它 今天晚上的创业者们准备好了吗 我身后的12位投资人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他们 今天晚上来到创业英雄会的 两位创业助战团的嘉宾是 国能中电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白云峰 欢迎云峰 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路阳 欢迎张老师 创业英雄会栏目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普惠万家 成就梦想 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小物件 虽然小 作用特别大 你刚生个孩子 没有他 派出所不给你上户口 恋人要结婚 没有他 不算合法夫妻 你跟别人签个合同 没有他 这合同废纸一张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业者 就要把这个小物件玩出新花样 欢迎他 看300个企业案例 做3000次用户分析 最终找准市场定位 开发产品 我叫金爽 一名资深的产品总监 我是一个标准的宅男 不工作时可以在家一整天 我又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总喜欢摆弄摆弄我的电子产品 2015年 公司鼓励去上海公司内部创业 我这颗不安分的心又躁动了起来 我深知 如果选择创业 就要放弃安逸的生活 不能再陪伴老婆孩子 背景离乡 看着城市的那一刻 我决定还是要闯一闯 我想家人应该会支持我的 凭借自己十多年的企业工作经验和观察 我很快发现 印章在使用时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 怎样才能把印章管理起来 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酝酿 在一次摆弄运动相机的时候 突然灵感乍现 确定了产品的最初心态 经过激烈的讨论 最终我和我的伙伴们 决定开发智慧印章管理方案 我可以为了某个结构更完美 不眠不休几天几夜 做出十几套方案 只为拿出更好的产品 久而久之 同事们都亲切地叫我执着的爽不思 就这样我和我的团队 经过两年的研发 最终完成印章智慧管理解决方案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放心地使用印章 大家安心我们就开心 掌印在手 安全无忧 大家好 我是金属 刚刚主持人说的呢 就是我手中这样一枚印章 个头虽小 责任重大 无往今来 帝王有一枚印章 是权力地位的象征 商人有一枚印章呢 是责任信用的体现 这种方式啊 延续了几千年下来 一直到我们今天啊 这枚小小的印章 依然决定了很多企业的命运 印章风险有哪些呢 我们总结出四点 第一个是印章数量多 单纯地通过人工去管理 很容易出现混乱 第二个是用章分散 当企业做大 公司做大以后呢 分子公司遍布全国各地 印章使用情况根本无从知晓 第三个就是假章多 假章 斯克印章 萝卜章等等 可以逃脱于公司的管理体制之外啊 第四个就是违规用章 管理人员巡视舞弊 或审查部专业等等 对未经授权的文件去进行盖章 既然问题这么多 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方式 可以把印章的这个风险弥补 把它管理起来呢 于是我们发明了 智能印章这样一种无联网产品 介入到整个管理体制过程中 我们的方案包括印章管理平台 手机APP和智能印章共同组成啊 方案的功能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针对于印章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 针对于印章的申请 克制使用以及销毁的 全过程管控 我们有用章过程监控 这个是我们核心功能 我们有针对于用章的 智慧数据分析功能 能够对高位的印章 以及不正常使用的记录呢 去进行预警 对甲章和萝卜章 也具有防范的作用啊 产品截止目前 我们申请了四项国家专利 目前通过了 公安部检验所的安全认证 以及ISO信息安全认证 同时我们取得了 三项国家软件制作权 本次融资金额800万 出让股权5%啊 主要用于市场拓展 我们是掌印 印章智慧管理专家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金庄 还是得让我们眼见为时 因为毕竟头一回见这些东西 有请工作人员帮拿上台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发明的 自能印章 非常方便携带 平常的时候呢 这枚印章是锁住的 打不开 只有通过我们领导审批 同意以后 说我允许你盖这份文件 它才有权限把它打开 现在我通过我手机 作为一个普通的 外出办公人员 这边呢 就是远在外地的领导的平板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填一些基础合同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合同名称啊 类型啊 然后文件份数啊 盖章次数等等 现在我对这份需要盖章的文件 去进行拍照 这个时候平板这边就已经接收到 我提交需要盖章的文件了 然后我们点击 它现在有个省批提醒 我们来看一下啊 领导这边查看整个盖章过程 以及需要用的印章 点开可以看一下合同文件的具体内容 拉大 如果它点击同意 我才有权限用这枚印章 它点击不同意 这枚印章是锁定 我又打不开 OK 点击同意 领导审批通过的信息已经发过来了 我点击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刚刚提交的申请的右边 有一个陈设的小按钮 是连接我们这枚智能印章用的 现在我就有权限用它了 解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这个手上呢 印章的 我们传统的印章的这个章模 那就在里头了 现在我把印章放在合同上 对着合同以及我印章去进行扫描 我点盖章 它这个时候再扫描 OK 这个时候我就完成了一次盖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合同上面的印章呢 就已经落下去了 这份合同文件就已经完成了盖章 刚才扫描的时候 是不是还拍了你的脸 对 没错 等一下您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领导这边能看到什么东西 这边就有用印的影像的提醒 我们可以看到 这第一份就是了 就刚刚我们现场的信息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盖章的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 清晰地看到这枚印章 盖在这个合同上面 然后还有这边就是这个本人刚刚拍照 就是我知道这个印章是谁在用 对 然后以及这边我们还有出现使用人 时间以及地理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整个智能用章的一个过程 来 请工作人员把这个展示台先撤一下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印章管理系统 明峰现在在我们这录节目 如果你的公司有人找你要盖章怎么办 对 现在就等我录完以后再说 但是我特别关心的是 就是你这个章现在都是要经过这个官部门批准 在特殊的地方加工是吗 也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这个印章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外壳 把传统印章放在里面 我们不刻章 但我也跟那个一名一样 特别感兴趣的是 你既然说你是个宅男 你为什么那么操心董事长该管的事 我们碰到过一个最大的一个项目 他是做了一个工程项目 这个项目由于印章使用不当 赔了两个亿 所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们想去做这个东西 来把它解决掉 有些秘书听完以后该哭了 该下岗 白总现在开始不信任我了 也不是 这种东西就是说 信任和保证不犯错是两码事 张老师觉得这算是痛点吗 我不知道各位投资人 你们现在做不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大家都面临一个风险是什么呢 董事会开完文件之后 签字盖上那一页 没有任何文字 那如果签了字 然后他拿去 干别的 去干别的了 那这个独立董事都倒霉了 这也是个市场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各位投资人 对清爽带来的这个智能印章 掌印管理系统的项目 是否有投资意向 现在请表决 你为什么会做这种项目 我大概想这种项目里面 你没什么股份的 你们公司里面 腐化了个项目 出来让你去空有钱 公司里面你占多少股份 我们管理团队一起是有五个人 目前是占了10% 哇 你们还不灭灯吗 我觉得我们最初我也被你忽悠了 你这个场景基本不存在 张出现问题都是有人偷偷刻了张 你没解决这问题啊 我们做的不单只是一个智能印章 过去缺哪里 缺在执行环节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到底是有没有执行 某一个人他提交一份文件上来 跟领导说我现在要对这份文件去盖张 但是很多的企业的管理人员 对他去进行审批意见 说你这个地方有风险 但是真正的市场人员 他会讲我想把这份业绩拿下来 这个东西公司既然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风险 这个时候风险就出现了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事的本质问题 甲张萝卜张这个事是涉嫌刑事犯罪 没错 那个事你管不管 那自有咱们国家的法律去制裁去调查 但是他我觉得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流程管理 就是该不该盖 谁盖的符不符合管理流程 它的真正价值在这儿 扎老师以前经常盖甲楼不章盖挂 这项目我特别喜欢 他解决管理上一个重要东西 就是提高人效 比如我们公司有几十套工章 真的因为搞基金的嘛 工章多 为了看出这工章 那个人的岗位年薪怎么也得二三十万 但实际上人效特别低 但是如果给一个可以信任的兼职管理岗位 那么盖章的人就可以是随随随便便 几千块钱的一个人 人效大大提高 管理就是要从每一个人的人效上 提高你的收益水平 这才叫管理 不要听别人的 扎里老师不懂这个行业 其实高鹏说的不对 不是提高人效 是降低物理操作风险 这是最重要的 你们没有想好需求 或者说你们的应用场景 根本就没找到 这是问题 可以来找我 我之前在银行做过很多年 举个例子 如果我在远程要盖一个章 我们大概会有四个部门 同时盖一个章 这个章的效率 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人力成本来行驶 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只不过你需要细化 你需要迎合金融专业的需求 怎么样来切入这个章 谢谢 而这一点你可以帮助他吗 我都说这份上了 不是帮的问题 我希望他献身于我 刚才林涛说我说的不对 其实咱俩说的都有道理 就是管理效率需要提高 信用风险应该极度降低 章本身如果是法人章 本质等同于你法人本人 所以理论上他必须和 比如我是法人 我公司的法人章等于是我本人干 所以这个效率传递 这个信用传递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特别好 一直都在讨论场景问题 其实我更关心你 这怎么赚钱呢 我们是提供的解决方案 提供公有云的模式 和私有云的两种模式 如果你这个东西 卖一万块钱 显然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是不会投的 但是你要是卖十块钱 我觉得这个意义也不大 我们是一万六千八起 提供整套系统 这样子的一个集成 每一个印章也就六千吧 来 金爽今天带来的项目 我们明确一下 融资目标是 八百万 出让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五 好 各位还在留灯的投资人 现在请出价 韬略投资林韬两百万 泰山兄弟陈亮两百万 盛世投资花尾两百万 同方后池高鹏两百万 成都银科无中两百万 能不能讲一讲 为什么当初要在体系里面 做这事 不单独出来做公司呢 这个项目本身也不是说 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做起来的 因为我们实际上打造的是 软件 硬件 嵌入式开发整套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 几个人实力不够 你现在是一个工具 你要做一个小而美 精而专的一个东西来补充 或者说正好嵌入到 现在的整个智能合同管理当中的 这个环节里面去 定时化服务将是你 或者说系统化的这种介入 这是你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场景 相信我们在金融行业 当然包括建筑行业 还有其他的一些 你能够找到切实的一个 可以使用的行业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我跟林涛差不多 我当了20年的行长 作为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可以在相关的这个领域 帮你做一些工作 我非常看好你的项目 关键这些资源 我比他们强 第一个中国最大的司法平共 司法风控平台 我投的 直接对接你的后台 第二我觉得保险行业 银行保险行业 中国最大的保险清算公司 我投的 这都是资源在我这儿呢 所以我觉得从资源层面上 我也能极度地帮助你 请谢谢高总 来 推荐一下两位助战嘉宾 哪两个会进入下一轮 我觉得从目前最实际上 马上要开展的业务来看的话 肯定是从金融领域 入手比较合适 所以我建议选这个 林涛林总和吴中吴总 张老师呢 这个我暂时选 林涛林总跟高鹏高总 因为一个是有银行整个一套 他把你没有讲清楚的 这个应用的模式和商业模式 都给你讲得非常清楚了 高总项目太多了 我觉得从投资人的经历来讲的话 吴总我更想 我跟你说 不不不不 白总 项目多说明资源多 头一两个项目能挣钱吗 你不干风头的人 你不要以自己的不懂来评价我 你影响我能不能坐上椅子 你知道吗 资源比较雷同 都差不多 你自己琢磨一下 两位进入下一轮 选高总和吴总吧 反而没有选林涛 有句话叫言多必失 但是其实你真的选了吴总和我都一样 可能我的态度对你有点咄咄逼人 你喜欢一个温和的大哥 其实我们俩都是油腻大叔 不要紧选谁 我们都是雌雄同体 那就同方后持的高鹏 成都银科的吴总 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终极盘探环节 30秒的时间 为自己做最后拉票 从高鹏开始吧 好 计时开始 你现在确实需要有人在战略上 帮你规划场景 而且资源 而且这个项目 我觉得非常容易被复制 就是个智能硬件 所以一定要快 一定要最可能的资源性的场景 要快 哪怕一个地方卖一美 一个壳 都要把它尽快地卖出去 占领这个市场 形成品牌的先发优势 我觉得具体选哪个行业 我觉得都没有那么重要 吴总 30秒倒计时 开始 我用不了30秒 我说的跟刚刚高总说的一样 就是要快 我能让你快 谁更适合他 我还是选吴总 对 尽管高鹏会骂我 我觉得尽快抢占 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市场 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吴总 我觉得你 会更快 会更快 对 张老师呢 我倒还是战争选高鹏 因为这个平台建设 推广起来可能会更好 有了这个高鹏的平台 这个可能就一片就打下来了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金爽这个位置 你是创业者 这两个投资人 你选择谁 现在请投票 最后选择跟谁合作 要自己做决断了 现在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好 五秒钟倒计时之后 你要告诉我们 你选择跟谁合作 计时开始 选择高总 好 那恭喜高鹏 谢谢吴总 生活当中呢 我们会对那些 执着于某一类事的人 管他们叫谜 比如有柴谜 有球谜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业者 带来的项目呢 跟掌上细谜 特别有关系 掌上怎么能成为细谜 满足细谜们的什么需求 我们欢迎这位创业者 买到了买到了 终于买到我偶像 郑权老师的演出票了 你们看 演出时间 1月25日 演出地点福州 福 福 福州 不是叫福州吗 我的戏票 我的车票 全都打水漂了 对啊 和 和文秀 小姐姐 看你没力气 没肥 是什么心事 票买错了 戏 看不了了 哦 原类是四十五 与办法 办法 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快 掌上细谜 掌上细谜 是啊 那除了 别做了 我做了 这些意识 我做了 四十五 作识 她的意识 你做的意识 那麗生 仙上 仙下 七幻腸 那这些数据又有什麽用呢 青青山坊 朔梅森 第四朝 第四朝 藏观众得过满分 观众如许累违奔 这世的家 又穿一能 因这名师妹作证 使人定制作商业 天下别转离远生 毕与传人 百中生 文化贵迷 为生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小伙伴们 大姐 我的手机 大家好 我是陈浩 在我们掌上戏台 您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云艺社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戏曲演出 我们不仅为戏迷票友提供了演出 课程的直播服务 也为剧团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您有一个小剧团 正苦于寻找市场而烦恼 别担心 一切交给我们 我们会对您进行包装宣传 做前期的预热推广 这样一来不仅宣传费帮您省了 而且我们会根据前面积累的用户大数据 定向向用户推送演出信息 从而保证您的现场演出 场场爆满 与此同时 我们还对您做节目的数字化加工 与网络发布 演员可以通过直播回放 了解自己的演出情况 从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们形成了一个以演出团体 场馆观众为一起的良性的 闭环消费系统 我们与剧团当红的名家合作 将演出课程直播给用户 得到用户的精准数据 再反向根据用户的喜好 私人定制演出 此次我们出涨10%的股权 融资金额300万元 我是掌上戏台创始人程浩 谢谢大家 欢迎陈浩 主持人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戏台都能放到手里了 这个戏台在手里是怎么运行的 得让我们体验一下吧 好的 麻烦帮我们切一下屏幕 为了大家使用呢 我们把我们的平台 直接嵌入到了微信里 这样就免去了大家 临时下载APP的麻烦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呢 有三个栏目 微信直播 精彩回放 故联网加 在微信直播里面 有三个频道 戏曲直播 这里大家可以免费 观看到戏曲的现场直播 而且可以通过互动聊天 跟后台的演员 进行一个及时的互动 还有第二个是 针对会员的一个付费频道 里面有更高质量的 有一些新编的乐剧曲目 第三个是一个在线教学频道 大家可以在这里跟老师学习戏曲 你看我们中央电视台 这个戏曲音乐频道 它有一个学唱的节目 对 就是请一些名家老师 就教那些票友唱戏 各种各样的戏都能唱 你这有吗 有 我们邀请了圣州乐剧团的 一位老师 我们现场录制了一个 乐剧经典曲目 天上掉下林妹妹的一个唱段 简单的 简单的唱段 大家可以向她学一下 哪位投资人愿意来体验一下 现场来 来来来 阿阳 来 这是我们那个 创业音乐会的投资人品 最会唱戏的 韩总你好 你好 麻烦老师帮我们切一下屏幕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省盛中市乐剧团的演员 我叫陈亮君 今天我要教大家演唱 经典的传统乐剧 《红楼梦》中的经典唱段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好 请跟我演唱第一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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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都 都 都 清 云 云 杠 杠 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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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ля 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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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真厉害 其实原来我是歌手 好 谢谢安阳 谢谢 谢谢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刚才安阳安等是吧 一看是唱歌肯定高手 你学几句不是嘴在发音 是你的胸腔和颅腔在发音 一看你肯定是唱歌的高手 你是江音乐的教授 但张老师他也有变化 他唱第一句的时候 完全是东北味的 然后后来清唱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浙江味了 看你这里面 已经有4.9万的会员 对吧 会员他是怎么来给你付费 将来这可能也是一个难点 如果说大家都只享受平台 不愿意付费 那你这个东西 可能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经过前期对用户的测试 分阶段的测试 戏咪是能够接受 一年300元的一个会费的 我们未来是通过年费的形式 我们的口号就是 一天一块钱 天天看大戏 其实我觉得 这个口号不错 对 这个口号不错 对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现在眼瞅着 就是中国这些传统文化 慢慢地传播都特别困难 但事实上有一大批人 还是很喜欢的 我们的京剧 包括这个一名 我们陕西情香 等等的 地方戏剧有很多 可能我们慢慢可以搭建出来 很多的这种平台 谢谢两位助战嘉宾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境 陈浩带来的这个 掌上戏台的项目 各位投资人 是否有投资意向 现在请表决 先听听他们灭灯的理由 他做的事情比较多 比方说 他虽说是搭建一个生态体系 他又要有直播 又要卖票 还有一个定制服务 教学一大堆的事 这每一项要能做好了 也其实蛮好的 做的事情太多 我觉得不容易做得好 另外一个 在这个应用场景方面 因为现在喜欢戏剧的 一个是地方属性 另外一个年龄都偏大 数据分析发现 各个年龄层都是有的 而且分布比较均衡 成为这种迷的还是小数 不 成为迷的反而是那些 比较年轻的 于老师 我不瞒讲我的微信里头 我进了好几个 中国的戏剧群 我才发现 这五百人 五百人大群里头 年轻人为主 因为全中国的年轻人 喜欢系的 就这些人在你的 那个平台里面 顺便回答他们俩吧 就是事实说明 既然它叫传统文化 就是说明 它和我们时代的进步之间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拿传统文化 直接进入一个商业领域 我觉得风险非常大 第二个 你这个 不对 我答案你这个双重标准 刚才那个项目 涂章 我觉得涂章就应该被取消 立刻取消 不是我觉得你对 现在这个传统的 有年轻人 多少个群在里面 他反正反对了 不是我觉得 这个人有问题 双重标准 我老丈人 宁波人 今年一百岁 你唱花单 现在还在唱 所以我想 他肯定是有需求 年龄会比较大一点 不然还有一些 你买单吗 而且人家 买单 而且人家 买单的是 我也要平台 人家要平台 一个平台服务你老丈人 对 那这个不对 扎老师特别有这样 这样子 300万买个平台 服务老丈人 他经常干这样的事 哥朋友 我跟你说 扎老师为了老丈人 花一年300块钱 一点问题都没有 300万 一千万能买 没问题 扎老师为了老丈人 花300万也没问题 这里 你们的讨论 我发现 张艺谷是在了 我老丈人 也不是一个人唱的 他有小群体 这一群人 就他来服务 有价值 有点这种 传统文化的心虚爱好 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刚才确实 扎老师批评高峰是对的 双重标准 其实我很同意 于江洪老师的观点 就是您现在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直播和录播 要解决 体验折损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在线培训 要解决效果导向的问题 这个您怎么考虑的 我们现在直播的 主要功能是 去为了积累数据 通过去对这些用户的数据 进行分析 知道用户喜欢什么 想听什么戏 再去组织老师去教什么 组织进行窃下的商业 这个项目呢 属于把原来传统的 线下的模式颠覆掉 移动到线上 对于这些平台 他如果想进入你这个领域 你的护城何在哪里 你的门槛在哪里 同时你如何快速地 把流量给拿过来 我们跟86家的 民营剧团签订了 独家的直播协议 而且我们有各地的 站长联盟 这就是一个一个 核心的门槛在外面 关于流量的问题 我们的客户 都是精准客户 而且我们直播的时候 是跟当 就是老师有一个 粉丝效应在里面 只要跟当红的名家 名师弄好之后 他们的粉丝 他们的戏迷票 会自动把流量 引入到里面 从戏曲的角度呢 我谈不上专业 但是呢 我是一个戏曲世家 从小呢 耳濡目染 也略知一二 我深知这个行业的一个 就是喜欢戏曲的人的 一个痛点啊 最大的问 它跟唱歌不太一样 唱歌我们有 各种的一些应用软件 但是戏曲是必须是 需要有人去点拨的 否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到自证强缘 我们跟异校也有合作 正在进行一个 名家名师的 在线教学的一个合作 我们自己也开始设立了 一个直播间 到时候会邀请老师 到我们那里进行一个 在线授课 如果安总能帮我提供 这个资源 那我非常高兴 如果你不嫌我唱得难听 我可以去唱一段 我觉得唱得非常专业了 已经 他不是想请你当老师 你理解错了 让我去付费去学是吧 他是让你帮他 对接这样的资源 OK 这几点我都可以帮你做 这就对了 来 陈浩今天带来的 这个涨上戏台的项目 融资目标是多少 300万元 出让股权10% 好 各位还在留灯的投资人 现在请出价 动签资本杜明堂180万 涛略投资 林涛150万 起点创投扎丽100万 一天资本安阳80万 关投基金汤明磊50万 五位为你出价的投资人 你可以选择两位 进入下一轮 对不起 我选择放弃 就是一个都不选 为什么 我要为我的小伙伴们考虑 因为我10% 300万是我的底线 他们一直是领着生活费 在跟我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 我未来还是要做 其他融资 如果再按照这个比例 出让的话 其实会非常厉害 这不是一锤定生负 一锤定生死 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来做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 整个一期节目 我就一直看这个陈浩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其实他很执着 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做事情 非常有自己的主意 我特别能理解 一个创业者 要坚守的那点价值感 我觉得可以放弃 没问题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场节目 也能给陈浩的这个创业 和作为创始人的成长 带来有意义的推动 不管你将来坚持 还是要调整 我们都希望你没有白来 创业英雄会 祝你今后的发展一路顺风 江湖上常说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尤其是在互联网 迅猛发展的今天 你看很多项目都在追求 快速发展 快速迭代 快速渗透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业者 也带来了一只 特别快的猫 欢迎它 好了好了 咱们就睡事儿就这么静了 你们俩明天赶紧去忙 好 到位 我叫王瑞鸣 为了梦想 执着前进的白杨座 我曾经是一名设计师 不过不是这些 我第一次创业是 运作一下女士那一品牌 但是很遗憾 最后是一百万损失而结束 好朋友也变成了仇人 甚至对不攻他 我不得以东天西界 偿还了合伙人的所有资金 多年的积蓄 倾其所有 负债累累 失败不仅让我看清了 创业路上的种种悲欢离合 也让我对创业两个字 有了更多的认知 我就是不服输 失败激发了我对成功 更多的渴望 我果断选择了更加熟悉的领域 作为方向 再次踏入创业之路 经过四个月的时间 我寻找了四名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创建了快野猫 立志打造一个 垂直印刷行业的 互联网企业服务 谁的创业路 还能没点苦呢 就算再多么呢 只要打不倒我 就会让我更强的 我还能站起来 继续向成功前进 创业英雄会 我们来了 耶 大家好 我叫王卫明 大家都还叫我老王 我今天带来的项目叫 快印猫 互联网印刷企业服务平台 大家都听说过我的同行 叮当猫 我虽然没有它长得可爱 但是我跟它一样 也有一个神奇的口袋 我用它帮助我很多创业者 今天的节目现场 看看我又能帮到谁 这是我的第一个法宝 痛点方达镜 我透过它发现 最近有些人为了印刷的事 特别地烦恼 方达镜告诉我 很多企业在完成设计之后 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印刷 一方面是根本不懂印刷工艺 另外是很难找到直接工厂 价格参差不起 别说货比三家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可以印的地方 人家说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根本罚不下的价格 发达镜刚才帮我 做了一个小调查 有百余家的工厂 拓客和营销能力几乎为零 工厂90%的订单 均来自于广告公司 及快营店 利润都被中间渠道吃得很净 举个例子 一盒50块钱的名片 出厂价只要3块钱 快让我使出我的第二个法宝 快营猫平台 这就是我为了帮助大家 基于互联网网页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开发的一套 在线报价交易系统 我们将数千产品 数万个SKU精细梳理 让企业能够一战式 通过平台选择各种一刷物料 解决以往的人工报价 快营猫平台将产品标准化 各种属性工艺直观易懂 让企业能够快速地选择 各种一刷物料 整个过程像网上购物一样简单 明码标价 货币参加 让企业能够快速地 选择优质的这种工厂 降低企业40%采购成本 平台附带的闪印服务 能够让您足够出户 60分钟送货上门 提高整个行业的服务效率 有了平台 就该使出我的终极的法宝 快营猫存钱罐 快营猫主要以直营 加第三方的形式服务 我们主要解决标准化的印刷产品 创意设计 以及礼品定制等等 非标准化的产品 由我们第三方的工厂来解决 平台的服务附加值 商家年费 以及交易的扣点 通通通存到我这里 快营猫主要服务于 弊端的企业用户 企业在线下的活动 品牌推广过程中 所用到的名片 彩页 画册 手提袋等等 通过快营猫平台 能够一战时解决 便捷高效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用到我的法宝 让所有企业 通过快营猫 能够向工厂 直接进行采购 没有中间商 让大家能够愉快地 找到合适的订婚一双 我的融资金额是600万 出上10%股份 我是老王 谢谢大家 欢迎这么年轻的老王 正好我们创业英雄会 节目要印一批划策 用你的这个 快营猫的这个平台 我们怎么下单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我们快营猫 基于微信平台 开发了一套 在线报价交易系统 我们平台上面 比如说名片 彩页 画册等等 基本上能够涵盖 所有的印刷物料 这是刚才主持人 需要画册这块报价 点击报价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详细的一些工艺和属性 我们可以简单地进行选择 比如我们1000本 那么我们的一个报价 在我们这个系统 就能够实时显示 点击立即下单 就可以完成整个的 下单流程 2000块钱 对 就行了 对 然后剩下的就有 我们的客服 来人工地 跟客户进行 市场沟通 真的三块钱 一盒名片吗 实际上我们不要钱 起点创投 扎丽先生 抢投成功 扎丽先生 为什么抢这个项目 我吸取刚才 我吸取刚才林涛总的经验 不能多说 多说会被别人改下来的 对吧 所以我不想说 等一下说 欢迎 好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整个环节 云风 免费印名片的机会来了 我看起来的 这个项目 听起来好像没有 我们有的项目 听起来那么高大上 好像那么高科技含量 但它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 实际的需求的痛点 很多公司刚开始的时候 找设计 找印厂 都很发愁 而且这些完全都是 这个信息不对称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 能够把它梳理到一起 还是一个资源整合类的项目 应该是个还挺有价值的 张老师觉得呢 我曾经遇过这个例子 是大千年 到北京来开那个会 我没带名片 忘带名片 忘带名片 人家那个公司说 帮我去印 第二天拿给我印的时候 把我这个名片 就是用复印的方式给拿出 根本就没办法给别人去发 我原来当秘书的时候 就忘了带过领导的名片 给我吓得 到处找人印 这和扎总刚才想买个 乐剧平台 给老丈人唱堂会 是一个思路吧 他那个是为了 孝敬他父母去做的事情 这个是为了他 这个投的资本 是需要的一个中介服务 大家平台的 最后推荐给创始人 选哪个基金的时候 一定要公平公正 那肯定 那就看其他人 是不是比扎总更好条件了 对吧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马上记录 投资谈判环节 对这个项目 大家是否有投资意想 现在请表决 设计里面有个特征 是什么 个性化 它不是标准化 所以你要设计成什么样 各种风格都不一样 而且更需要是一种沟通 这种情况下 可能在通过网上的效率 可能不一定很高 印刷标准化 只达到了50% 有50%都是企业 个性化定制的 名片 画册 是有标准化的 另外设计这一块 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我们底下还有一家子公司 专门做设计这一块 专门对接没有设计的 我找了一个设计师 叫高鹏 本来从你的平台上认识的 给我设计得非常好 我很满意 下一次我还想用它 不通过你的平台了 我直接找它 怎么办 可以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平台的设计 是我们直营 并没有第三方 我们真的第三方 只有我们印刷这一块 我终于发现一个 在节目上 为了博上位 比我还无耻的人 为了博上位 就随便抢 一个这样的公司 去年的利润 十万块钱 今年的利润 也就是三十多万吧 六千万的估值 凭啥呀 张老师 而且这种需求的频次 本来就不高 这种服务淘宝上 非常非常的多 怎么就需要 非得一个单独的 垂直化的平台来做呢 他在逼我说话 你知道吗 他回击一下 我觉得像创业投资 是很难按照这个什么 一年多少万来评估的 你觉得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值多少钱 价值宝 无价值宝啊 情人眼里出西施 没办法了 这小伙子值钱 我就投了 好 厉听你 厉听你 我厉听扎老师 实际上我是最后一个反对的 我也犹豫半天 但扎老师抢现在钱 抬到了六百万 我发现我抢不过他 所以我就放弃 他这个简历里头 他很重要一点 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创业失败之后 又再次创业 很快拉一帮人 又把这做起来 同时我不同意高总说 这个赛道很low 或者赛道很小 这赛道不小 这个网上印刷市场 是很大的 光去年融资 就有好几大公司 融了几千万上亿融资 我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 你看很多投资人都说 虽然对项目有不同的评价 但很多投资人 都特别欣赏你这个创始人 觉得你这个人值得投 不光人家这个经历 在这个创业上 职业上的经历 有亮点 而且还是个特别负责任的爸爸 是吧 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个负责任的爸爸的 这个经历和形象 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你 我是戳中了你的痛点吗 其实我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当时正好孩子出生 那时候公司刚刚刚的成立 团队刚刚的组建 从孩子出生 我只见了他三天 老家河南 回到北京 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 已经四个月了 可能对于家庭 给予的太少了 我觉得特别的亏欠 现在孩子多大了 三岁 三岁了 现在见的多吗 实际上我自从创业 基本上每天是 没有早一十二点回家的 我陪他的时间特别少 其实几乎没有 首先我们讲这个 投资就是投人 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有过失败的这个经历 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 这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财富 这一点其实我恭喜你 是这样的 那另外还有一点 你是一个好父亲 这一点我 我个人过去 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同样类似的经历吧 就是我自己的大女儿 就是从一岁到三岁 基本上每天陪他的这个时间 都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在三岁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出去 偶尔有一次能出去玩 就在家里面 先是要妈妈抱 妈妈抱不动了 小姨抱 小姨抱不动了 姥姥或者奶奶抱 姥姥或者小姨都抱不动了 自己下来走 不让爸爸抱 其实我们在创业的 这个过程当中 对家庭其实 还是有很多亏欠的 那 但我们都 都愿意做一个好爸爸 希望你这次创业成功 未来你会有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去陪伴你的孩子 陪伴你的家庭 谢谢 你看 很多创业者 对这样的经历 都心有七七焉 来 我们从这样一个气氛中 跳出来 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 这个公众号 上面每隔几秒钟 就会弹出一个新订单 我想问一下 确定这是真实有效的订单吗 是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平均每分钟 十五个单 每小时平均 这样算是九百单 一天十小时的话 是九千单 所以是按照你这个单数 来算的话 我觉得 扎总今天抢头是对的 而且我一定会 跟他去PK到底的 你跟竞品的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包括数据上 有哪些不同 我们的竞品 其实是 还是有那么几家 但是我们给他的定位 叫线上的快饮店 他解决的是客户 采购的这个 集约化的这种模式 没有问题 但他解决不了的是 对于客户来说 货币三家 他解决不了 来明确一下 小王 带来的项目 今天要融资的目标是多少 六百万 出让百分之十的股权 现在还在留灯的投资人 要抢夺下一个席位 第一个席位 已经被加先生抢走了 各位 请出嫁 正式投资 画尾六百万 一天资本 安阳六百万 洞见资本 杜明堂三百万 涛略投资 林涛 两百八十八万 花总肯定是非常 跟你有感同身受的经历 但一定不是因为 仅仅因为这个经历 就出了足额 还能提供什么帮助 正式也是母基金 各个公司都有 印刷的这样的需求 那在这里面 其实甚至是大量的这种 就是订单方面的 帮助快艺猫 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快它的发展的速度 好 安阳 我是觉得当下最重要的 就是尽快地去获取 你的客户 那么我之前投了一个 广告传媒公司 我可以拿出一个 五百万的广告费用 来给到你 你可以一分钱不用花 我给你做一个月的广告 我相信你的后台数据 会井喷的 有一位进入下一轮 推荐谁 安阳的那个五百万的 那个免费广告 好像挺诱人的 但是其实我刚才觉得 花总对理解一个创业者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的 沟通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也挺想选花总的 刚才我要再多问两句 花总问题 花总自己也能哭出来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一谈到这个 对 我不想变成泥屏 你已经变成泥屏了 张老师呢 我建议选安阳吧 因为这个平台 对你来说 这个宣传还是很重要的 已经有过了经历 不要再沉浸在过去之中 就是刚才谁讲 这悲情之中 对吧 你还是要放掉 勇敢地往前走 选一个 和扎先生一起进入下一轮 安总 好 一天资本安阳 起点创投扎丽先生 两位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计时开始 我一直认为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获克 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了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你这个项目就成功了 嗯 现在我要批评你 刚才最后选择 选择安总是错的 应该选择花总 为什么呢 花总刚才讲了 他们是做母基金了 我们基金上面需要有钱了 他投我的 我的有钱投你啊 我投了钱给你 你亏了 我怎么办呢 对吧 要有不断的人给我钱才行 所以创业者 不要看到投资人就觉得 哇 口袋里就是钱 我们还管很多别人钱 你得学着 来 我们听听 娘家人的意见 选谁 大总刚才 一直跟你说的东西 都是挺懂你的 我觉得他会对你 产生很大的一个作用 我也真诚选大总 他又给你带来的事 又看懂你的价值 又看懂你这个人 你肯定要选他了 好 各位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这两个投资人 你选谁 来 咱们把投票器举起来 现在请投票 51比49 非常接近 现在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好 五秒钟倒计时之后 你要告诉我们 你选择谁 做你的合作伙伴 计时开始 选择谁 张总 恭喜 恭喜张先生 恭喜他们 每周五晚上的21点48分 创业英雄会会准时地 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跟大家见面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 我们这个栏目唯一的官方报名方式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官方微博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 这个内容创业 着实火了一把 各种各样的形式 直到我们最近特别熟悉的 知识付费 当然有很多投资 也进入了这个领域 到了2018年 内容创业又会呈现出一个 什么样的新的变化的形态和方向呢 内容创业依然会持续火爆 因为这是人的精神需求的 一个大的趋势 不可逆转 内容创业实际上是对新技术 新科技的重新的运用 满足人心理需求的内容 会特别有机会 我觉得可能内容不仅仅是 在文化创业产业 可能也需要在各个行业 每个创业公司都要有它 有灵魂的内容 内容这个创业肯定还会继续 这个有价值的内容创业 一个是真实化 专业化 系统化 深度化 才能得到投资人更好的投资